战场影像是死神的狩猎场 士兵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不知哪里飞来的枪子送去见年王 尤其是伞兵 在没降落到地面之前 没法反击也没法躲闪 简直就是活靶子 只要被发现死不死完全要靠运气 参列入怒曼底登陆战役 一般的伞兵在到地面之前就被秃突死了 但有一个兵种的命运 比起伞兵来可能更加幸运一些 那就是空中飞行员 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禁止对伞兵的飞行员开枪 这是怎么回事呢 飞行员的命就比其他士兵的命金贵吗 别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真是 飞行员就是个行走的烧钱机器 可以让一名飞行员的成本高到炸蛇 花费的银子都是以亿为单位算起 远超一架战斗机的价格 所以很多国家宁可战斗机毁了 也要保护飞行员的安全 另一种原因是释放国家倡导的歧视精神 不会对跳伞还能活下来的少数飞行员赶尽杀绝 加之二战时期 隔阁飞行员十分稀少 几场仗打下来几乎都能打个脸熟 今天放对方一马就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谁能保证自己会是长身疆虑呢 所以不射杀跳伞飞行员 也就成了彼此之间的默契 德军也不会破坏这条原则 日内晚公约更把不射杀跳伞飞行员列入其中 理由是飞行员一旦跳伞 就不再具备杀伤力 处于人道主义应当放行 这条公约各国都在积极践行 除了日本 日本在二战中的对面士兵 不仅会射杀跳伞飞行员 甚至还以此为荣 日本飞行员则会找机会用杀散乱伎俩 可以角断盟军飞行员散身 让飞行员坠散而死 为此美军曾下令 见到日本飞行员要区别对待 必须打死以牙还牙